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定语从句 好那么定语从句的考试点呢也比较简单 一般考这样几个内容啊 第一个我们要理解它的概念 第一个用于定语从句的连词对吧 that which who whom whose when where 好那么他们等连接表示名词的修饰 或者表示代词的一个修饰 好那么来看 people who那么修饰这个people对吧 who are afraid of failures cannot succeed对吧 害怕失败的人不会成功 那么这个who来修饰people 当然你可以指代词了 one who is afraid of failures cannot succeed对吧 好所以可以对名词进行修饰 也可以对代词进行修饰 好我们来看 指人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可以用that对吧 你可以指主也可以指兵 然后呢用who whom对吧 但注意这个home呢 它是兵好 那么再往后who's 好它一般指的谁谁谁的对吧 好我们来看 指物的话that which都可以对吧 who's那就是谁的 好那么再来 指人活物同时存在的that和who's 一个东西的什么什么对吧 好比如说小孩喜欢玩玩这个乐高对吧 这个乐高的各种部件对吧 你可以用who's parts对吧 好那么再来指地点的话我们用where 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啊 就是由这个借词啊 搭配着这个which来用 也可以等于where这个用法对吧 好 from which就等于where 好那么来看 第一个名字加代词加这个which加上从句 I'm reading a book对吧 我正在读一本书which 那么这个which呢紧跟修饰书 那么第二个名字加代词 逗号啊注意这个逗号 那么逗号隔开了我们来看一下 I live in a house对吧 我住在一个房间 然后呢which my parents live in 好那么这个它虽然隔开了 还是对house进行修饰 明白吧 好那么可能在语法书上 这叫做非限定性定的从句对吧 好或者限定性定的从句 其实大家不用理会那么多 只要加量都好的话 你可以对前面紧跟着这个名词进行修饰 好那么再来 名字代词 借词加上which加上从句啊 也就是说前面一个名词 或者一个代词 后边整个是一个which 借词加which加从句 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过等于where对吧 好 I live in a house in which my parents live 对吧 那跑到前面就where my parents live 对吧 好那么再来 I live in a house where my parents live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结构 有什么差异啊 一个是in which 一个是where 而我们后边都不用in 这个in是要被省略的 一定要注意 好 where后边不能加in in which的话 因为这个in跑到which了 对吧 好 再来 名词代词加上不定代词 加借词加上which加从句啊 所说不定代词啊 就是someone 对吧 something 好那么来看例句 前面是one some 后边借词加上which加上从句 he wrote many books many of the which 对吧 many of which are world famous 好就是他写了很多书 many of which 这个which呢可以指在前面的任一本书 是吧 many of which 然后呢是世界上最有名的 他对这个box进行修饰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要看一下定义从句 它的考点 考点主要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就近修饰原则 好 就近修饰 好 靠近谁 修饰谁 那第二个就是联系词的准确使用原则 好 来看一下 这个例句 some bitches are frequently contaminated by an trading series that flows into the ocean 对吧 好 那么前半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就是这些污水就流 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就流进了这个海洋 对吧 好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我们看一下 which能够对海洋ocean修饰吗 which can last for several days 那么这些海洋可以延续几天吗 所以A选项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 那么看一下其他个选项 我们对比一下啊 来 纵向对比一下 ocean that can last for several days 不是说海洋可以持续几天的时间 所以that也出现问题 好 我们再看这个 ate can last for several days some什么什么什么 到这结束 再来一个ate 是否看到了 这是两句话呀 两句话必须要有连词的 明白吗 好 所以这个学校也是有问题 再来ocean well the contamination can last 那么有些污水 好 排进海洋 well呢 好 这个contamination呢 可以持续好几天 这个well一般表示对比关系 对吧 好 在英语里面呢 表示对比关系居多 对吧 那么同时呢 也可以表示down 好 那么后边说你说down 可以持续很多时间 然后呢 他把这个污水排进海洋也不对 好 表示这个什么呢 对比关系也不对 另外他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啊 can last sever days和can last for several days 对吧 他可以持续好几天 一般我们是要加上借词 for several days 好 这是这么一道题 我们纵着对比选项 而这呢 虽然隔开了 但是我们用了一个分号 对吧 这个分号前后的可以进行两个完整句 明白了吗 好 这是我们整个分析的一种过程啊 我们再看一道题 We start 表示伴随 对吧 伴随着这帮美国人呢 正在consuming 对吧 正在消耗着sugar in record amounts 历史最高的这个amounts的sugar 他们已经吃掉了 那么后边nutritionists 对吧 好 就是营养学家啊 他们就urging the public 好 他们就强烈呼吁 好 整个公众 好 这儿用的是现在时 这个现在进行时 对吧 好 那么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因为他们正在consuming 所以后面是urging 然后去reduce its consumption of soda 对吧 来减少 its consumption of soda 然后呢 后边来一个in which 对吧 which呢 largly have largely replaced other more healthy healthful beverages 好 那么这个which呢 可以对soda进行指代解释吧 好 就是说 大家都呼吁 减少 its consumption of soda 对吧 好 那么这个soda会被 已经取代了其他更有营养的东西 好 那么来看一下选项 a选项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几个选项 这儿用的wage 本身就能指代了 并且前面是urging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rb have been urging 好 这是一个现在进行的这种时态 对吧 现在完成进行的一个时态 那么相比较urging的话 应该是上面这个更简洁一点 对吧 好 因为没有必要用现在完成进行 好 因为里边你要看到时间的一种关系 然后第二是those 用的those指代 那么要谨慎这种those呢 你要指代清楚才可以 好 那么再看c c的这个内容的话 多出来一个because they 对吧 因为 the public ought to reduce 他们应该去减少 他们的consumption of soda 好 那么来看一下 with什么sugar in record amount the public ought to 就应该去减少 as urging by nutritionist 对吧 because they 那这个they指的是谁呢 前边又出现一个public 后边又出现一个营养学家 好 出现指代不清的情况 再来 which which没有什么问题啊 前面urge有问题了吧 好 urge呢 应该是urging对吧 随着什么什么的发展 我们正在做某事 对吧 好 那么用现在进行 那么最后一个 which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我们前半句 less of the should be consumed by the public 对吧 这用的是一个被动吧 好 那么我们一样的 with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后边应该是doing something 对吧 好 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正在享受的科技 带来的结果 一般是我们正在 对吧 好 所以 这到底呢 中间b和c呢 这两个选项 我们先干掉 然后呢 d和e 这两个二指呢 本身暴露出来问题了 所以说我们最后答案 选a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例句 好 所以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验证 对吧 这个with到底 能不能对前面的东西 进行指代 像刚才第一个例句 那么ocean 你不能说ocean持续了好几天 对吧 而这呢 with可以对前面的soda 进行解释的 明白吧 好 这个soda已经取代了很多的 有营养的一些饮料 对吧 好 所以这个位置是究竟的解释 明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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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